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This is my architecture 我是AWS的Solution Architect Dickson 我們今天請到TVB Head of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Sam 來跟我們講Big Big Channel的Architecture Sam,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現在Big Big Channel是做了什麼 Big Big Channel是我們TV去年一個新的嘗試 是一個Online的平台 可以讓電視的觀眾更加多了一個渠道去認識一下 我們電視製作的幕後花水 一些人日常生活 我們的藝人現在可以直接用這個App 就可以已經可以開到Live 可以跟其他的粉絲、觀眾可以聊天 藝人會開Live的流量其實都很難去預測 在架構上你們如何處理? 也是的,尤其是跟電視直播節目有掛握時 流量突然之間那晚可能會比平時高了很多倍 我們整個部署上首先會把API做一些簡單分類 一些比較實際的API 我們首先會在背後推薦了一些JSON資料 先放上SV,然後請求過來時會經過Kalfun去支援 Kalfun在SV拿完後,基本上Kalfun幫忙先取消 就算後面背後或CMS有任何問題 SV都已經有一個剪輯在支援 另外一些用戶比較簡單的API 我們會先放了預先的結果 例如推薦那些 那些API 進來後,經過API 架構上Lambda Lambda 才會再去問DyamuDB 拿回個別用戶的資料上去 所以你們主要都是會先用SERVERLESS的架構去做 那為甚麼還會有ECS的存在呢? 因為始終我們的API 會有很多功能 變成有些功能,可能辯論比較複雜 以及不同組織做設計時會用了不同的 CodeBase 和不同的CodeBase 我們就會把個別的Code 就會變成了一些盒子 放在ECS,變成各個不同的TASK 方便個別TASK的測試 可能這裏有不同的TASK 是在走不同的Runtime 那裏面可能都在走不同的功能 那可否舉個例子 你們怎樣用到不同的TASK 然後下面又用到不同的DATABASE 去做Scaling 好,那例如我們會將新用戶的一些登記 那些處理就會放在一個獨立的TASK 它甚至乎有自己獨立的CodeBase 和一些DATABASE 其他服務會因應不同的需要 又有它自己的一組CodeBase和DB 那個好處是 當突如其來有些大的流量 或者有些活動會 會有很多人走過來登記也好 即是在這裏的Scaling 會發展慢了 或者有任何問題也好 那對現有的客戶也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因為它根本不需要再用各種API 嗯,所以可能這裏就每個功能 獨立的TASK去Scale DATABASE 也有自己一層獨立去Scale 那Fail 也可能自己獨立去Fail OK 我們看到你可能用了Micro Service的架構 其實就對User Experience 提升了很多 就是穩定性又高了 亦都加了很多Cache 的Layer 那對於你們Development 的團隊 那會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我想 改變也挺大的 因為我們分了不同的小項目去做 變成不同組織就自己 專注在做自己的部份 所以對整個流程上 它開發完後 可能將一些標誌放入BeatBucket 然後我們用了Jankin幫忙 可以因應不同的報告 不同的Branch 可以供應到個別的TASK Lambda 諸如此類 變成整個流程是很簡單的 甚至乎去到 一些東西出了製作後 如果有什麼問題 因為現在監視器很方便 因為哪個位置出事 很容易監視器 變成一旦有什麼問題發生 我們可以盡快可以處理 明白 今天很感謝Sam跟我們精彩 分享一個Micro Services的架構 也很感謝各位觀眾 今天收看 This is my architecture 下次跟大家再見 拜拜